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這個來勢 研磨 研磨 來勢 研磨 你開麥 喂聽得到嗎 可以來勢研磨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48歲桃園人 桃園是不是 對對對 好來這位桃園的朋友你好來 你想說什麼 我覺得柳杰克講的是對的 我覺得兩岸對台獨的定義真的不太一樣 之前因為我我個人是蠻親中的 然後我在抖音的帳號 就是在影片上我就直接寫 我說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但是呢 在某些觀點上其實 我會覺得 就有點像美國打壓中國一樣 中國人會非常團結的對抗美國 但是呢 在極端 我覺得比較偏極端一點點的 大陸的 統一的那種觀點啊 有時候就像有些講起來會讓有一些即便親中的台灣的 支持統一的人都會覺得不舒服 嗯對 就是感覺上會讓他有一點點感覺就是說 你要過一下來同意 不然你就是獨立 有一點這樣的感覺啦 所以我的意思說有時候大陸人要 要思考一下 就是說兩岸 至少就我個人眼光 兩岸畢竟同文同種 即便你要要求統一 不需要像美國那樣的態度 對大陸的態度 因為中國跟大陸跟美國 本來就是敵對狀態 可是兩岸未必需要這麼敵對 像我在跟一些 大陸人在投影上聊天的時候 就會跟他們講說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把台灣當作很小的五國 或者是說台灣像南米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他只要他就是在歷史的長合中啊 你現在來看三國演藝 你是講三國演藝吧 你不會講說 我的意思說你還是會講那個是國 而不是講說 對我的意思是說中華民國存在又怎樣呢 你就算大陸認為他在1949年已經結束了 嗯 可是呢 你讓說 事實上在台灣就是像南米這樣嘛 就是要像民政這樣 對他就是打著反親復名的這樣 我會說我是明朝人 我是中國人 但是就民政來講 他不會認為他是清國清朝人 嗯 也就是說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華民國人 但就目前的狀況 絕大部分的台灣 我不敢說都百分之百 但絕大部分台灣不會說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對 那我同意就是在1978年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大陸取得巨大的進步 因為我個人跟劉傑克一樣 我是外省第二代 嗯 我是第三代 不好意思 好啦 不好意思 因為我爸 我爸年紀比較大才生我 哦 我爸在那個時候 呃 我小的時候 可能我國中 我是國小 我有點忘記您 呃 時機就是那時候 兩岸開放 看清的時候 嗯 他大陸說其實真的大陸是蠻貧窮的 嗯 你知道這個改革開放之後的確取得巨大的進步 嗯 那這一點 就我個人的立場而言 我也蠻支持的 嗯 那像我我坦白講我我幾乎每年 呃在都呃在那個淘寶上花他可能要花30萬台幣 哦 然後幹嘛 你們買東西買那麼多 嘿 只要不是食物的我能夠用 我坦白講 因為我是蠻輕重的 所以我的鞋子的品牌啊 手機的品牌什麼 我我能用大陸肥貨我幾乎都用大陸肥貨 嗯 那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這樣一個地球人就是 其實你把地球村的觀念來看 我覺得美國就是村裡的 怎麼講以前叫做什麼 呃 地主啊 嗯 就是他一直保護他的權利 那他要吃飽別別人只能吃剩的 嗯 我覺得這樣是不合理的啊 所以我個人是希望中國能夠更強大 嗯 所以我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在我們這樣子 這樣子親中的狀況下都有時候會不舒服的 我覺得大陸人 真的有時候要考慮自己的 就像前面那一個 呃就第一個街頭人來講 一直就講 啊你們不行啊 你們怎樣怎樣怎樣 這種 呃 負面的言論會讓 大部分的台灣人覺得不舒服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認為啦 呃 呃 我認為齁現在在 呃我的意思是說我認為兩岸已經失去了 和平同一個可能性 嗯 因為 像前呃這兩天有一個新聞就是 呃加勒服被幾個 小屁骸燒了 嗯 我不知道紐捷克之報這個新聞 我不知道哪裡的加勒服 呃我印象是中立加勒服 然後就有就有三三個中立加勒服裡面的可能餐廳的員工或什麼 我沒有看到細節 但是他們就是去拿那個那個什麼噴砂銅劑吧 然後點那個火 然後就把加勒服燒了 嗯 啊這只是發了一件小事 可是三立啊像一些呃民主黨側翼 他是直接把這件事怪到抖音身上 為什麼 但事實上抖音的挑戰沒有這件事 也就是說 台灣現在是處在一個氛圍就是說 不管怎樣 知道壞事我都要磨合你 嗯 台灣其實絕大部分還是看YouTube 直接看呃看 抖音也越來越多了 TikTok越來越多 當然當然 可是TikTok變多了 可是大大部分的人 是不看大陸版抖音 可是其實 嗯 你你 我的意思說其實可是媒體會不斷跟你講說 抖音一小父母白養 就是 其實YouTube很多也是 那個類似的狀況 可是他不管怎樣就是要抹黑你 你 實實在你有我抹黑你最好 沒有我也要創 我也要 我也要 就是假 就是 反正你又不會去查 講白了 就是他吃定會看我媒體 比如說我會看三立人 我根本不會去查這件事 你只要說大陸壞話我都信 嗯 所以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 你說 然後呢 你說說台灣以後還有可能 就是拖越長 你說有和平 可同意可能 我自己個人是看不到了 那比如說 像我一些朋友是青藍的狀況下 嗯 甚至 呃有一點就是 大陸因為官方會常常就是講 不放棄武力犯坦 其實我個人 對這一點 如果不是 非常不長眼 其實我 因為我個人比較心向同意 如果不是因為非常 非常不長眼 會打到我 其實我 個人不反對武統 嗯 但是對我 但是對我一些青藍的朋友來講 大陸這樣的話講多了 嗯 有點像放養男孩子 嗯 其實已經 其實他們即便青藍 甚至有一個也是外省二代 他們都不相信兩岸會戰爭 嗯 那在這樣整個環境下 你說 像前面講說什麼 1935年之後中國的事情 幹嘛 我認為 在1935年之前不同意 兩岸同意的機率 又會幾乎是等於零 你說2035是不是 2035 對對對 我認為 因為 因為2035年不同意 兩岸統一就不會統一了 之前 對 之前不同意兩岸就不會統一 當然你說在拖的 有世界巨變 可能 可能會我們 當然是看不到 可是我以目前的趨勢 我認為不可能 嗯 武統了 不管 其實我認為現在就不可能合同了 嗯 所以 因為台灣的狀況是 年紀大的 支持馬上統一的 講的 像我這樣 我都老了 我快50歲了 嗯 而且 如果不是像我那麼輕忠的 有些懶的 甚至也覺得 兩岸不會武統 他認為根本就不應該統一 嗯 是維持現狀 他認為他是中國人 但是他就是不喜歡共產黨 嗯 那他就不希望統一 那你這個 等這一代拖完 拖完之後 我的小孩 像我有時候陪小孩讀書 你看那個 課本上的歷史 嗯 他會 呃 對 比如說他寫 呃 現在當然是寫日治時代 他日本的時代 他會有一些 呃 屠殺啊 因為他從台北一路打到 他不是很平和 就接接受台灣 他是一路打下來 對 可是課本 對這樣的東西就輕描淡寫寫過 是 然後比如說他 他有一些 呃 日本甚至用毒氣攻擊那個 那個叫什麼 原住民 我 對對對 他也就是很 很輕描淡寫過 可是你看他228寫得很 很 就是很具細密 啊 他就害他怎樣怎樣 而且 而且他228都略過謝 謝雪洪 對 我甚至 我就跟我朋友講 就是說很簡單嘛 現在的狀況 現在 現在的狀況就是什麼 比如說 你如果跟那個 那個王八千 你知道 我忘記他名字叫什麼 就是租房八千 那個 我叫王定宇 欸 欸對對對 他之前就有講嘛 就是說 如果兩岸發生什麼這樣 就是把那些親中先抓起來 對嗎 嗯 他在還沒有真正戰爭之前 他都這樣講 更何況在228那時候 一卻兩岸是交戰狀態 是暫時 暫時你在後面 不管因為什麼導致你叛亂 但是你不但叛亂了 還去攻擊武器庫取到武器的東西 然後裡面確確實實有 當時的共產黨的 呃 呃 就是 就是台貢的存在 對啊 所以 即便這樣的狀況下 你都說 哎呀 你不能夠 對他們這樣啊 你這樣是暴政要幹嘛 可是你在現在的和平年代 你跟我講說 欸他們 在現在親中的 應該提前把他們掉路燈 嗯 我覺得很可笑 嗯 坦白講 我覺得很可笑 可是你這樣長期洗下來 我可以跟你講 大陸 呃 台灣的媒體 只報 即便是TVBS哦 幾乎只報大陸不好的東西 嗯 他沒有報 報完全 我 我的意思說你偏不好也沒關係 他甚至有些虛擬起來不好的東西 也就是說 大陸只有不好的 嗯 那你怎麼可能 你說在拖二十年 以前覺得 我跟大陸有關係的 像我們第二代或第三代 你 你可能有出過眷村啊 可是我自己是沒有出過眷村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告悲喔 看我沒出過啦 啊 是 因為我也沒出過眷村 可是我不知道眷村 他們那些學 那些那麼緊密的關係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凋零了之後 新一代人是在跟你講 國民黨很爛啊 嗯 共產黨很爛的呢 你說 以後還有核同可能 我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 嗯 一點 可能性都沒有 我認為核同是完全沒有的 嗯 就我們這一代凋零以後 根本就不可能再統一了 對不對 對啊 想想看2035 現在還有12年的時間 我都60了 嗯 60歲我差不多就要 真的就是凋零的部分了 嗯 那你想想看 我小孩那一代 是我不斷的灌注他 我們是中國人 我每年寒暑假都帶他去大陸看 跟他講說 你看事實上不像台灣人講的這樣 嗯 我小孩我覺得還沒有 可是像我弟的小孩就變成 他比較沒有在教育他這一點 然後呢 變成小孩子 他就認為說 啊就是兩岸就是不 就是有點敵對的 因為他不管從哪裡看到的訊息 就是大陸很糟糕啊 嗯 什麼的 啊你把 這一種 這一種就是為什麼現在國民黨 沒辦法得到你一切的支持 因為他把你污名化嘛 嗯 你就是一個壞人了 你懂為什麼 就像我們小時候會講說 麻雀是 是就是 就是那叫什麼 駭鳥 嗯 在事實上麻雀只是為了生活 我去吃稻米是為了生活嘛 可是老實講他一直講他是駭鳥 你你被灌輸的觀念就是 絕大部分的觀念就是 我要除掉你 你是壞的 我不要跟 我除不掉你就不要跟你在一起 嗯 所以我認為是 沒有合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剛剛認為 就是柳杰克的前提啦 我覺得你說 啊 終究 終究會統一 我覺得 終究會統一要面對這個議題 我認為絕大部分台南不認為是這樣 他們會認為說 為什麼一定會統一 嗯 嗯 我覺得你的前提 可能 大部分的大陸人會認同看 像我這樣我也認為 總是要面對 因為我親中嘛 我認為總是要統一的 可是 大部分台灣人不會這樣覺得 嗯 我認為絕大部分台灣人不會這樣覺得 很簡單啦 就是 你要不要讓台灣人看清這個 這個情況嗎 因為你 你 你如果不去和平的面對 那就是要 要 接受 武統嗎 那怎麼樣 那就是這樣了 對啦 啊 這是你的看法 可是大部分的台灣人聽到的不是這樣 你 你懂我意思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 像我在 所以很可悲啦 就是 就是 我也講 有很多台灣人就覺得可以 不去面對 統一的這個 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事情就可以不存在 沒有錯 沒有錯 像2020年 我跟你講2020年 我就是帶小孩在北京 對 那時候我去完故宮隔天啊 就是去完故宮隔天武漢封城了 嗯 我可以跟你講 我在大陸啊 一直接到line 一直接到line 跟我講說 哇 欸你現在在北京啊 哇 他們那邊很恐怖啊 你被封了啊 怎樣怎樣 我就說 我一直回答說 沒有我拍照給你看 啊但是 那時候大陸人很乖 就是路上都沒什麼人 因為過年前都本來人就少 再加上 嗯 政府有宣傳說你盡量不要出去 所以其實我去每個景點都沒什麼人 但是我的行動是很自由 可是他台灣的訊息不斷說 你這樣應該很慘吧 你是不是被關起來了 你是不是被鎖起來了 我的意思是說台灣的誤解是非常巨大 我說不是哦 他們回台灣還還意思就是說 啊你都是親中啊 你故意說沒有對不對 其實當時我真的就沒遇到類似說 而且我甚至在北京那時候還買到 大陸應該叫做 KN95是不是 我忘記了 反正就不是 球 是N95口罩 對 類似KN95的口罩 啊 我的意思 像這樣子的狀況下 他一直抹回來 像我在抖音上看到那個 穿 就是四川人喜歡吃那個野生的 折耳根 對嗎 嗯 就是魚心草 我看到那個時候我覺得啦 如果是台灣新聞把他挖過來說 你看大陸人都沒得吃 在野外挖草來吃 我跟你講大部分台灣人都信你信不信 嗯 現在的狀況就是這麼糟 所以我認為你說 看你要不要 呃 就是說你看你說台灣你要不要瞭解 其實就你而言 我覺得你在付出你的努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你的頻道越來越多大陸人 台灣人越來越少 嗯 嗯 本來就 就台灣人不想聽 嗯 對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常常會講大陸的狀況就是說 你被藏城鎖住了 嗯 但是台灣是被自己心裡藏城鎖住了 嗯 對 啊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 因為 就算是事實我也不相信 嗯 我就說我在大陸沒有被綁啊 可以自由回來台灣 我甚至跟我岳父講說 我不擔心大陸不讓我回台灣 我擔心台灣鄧府不讓我回台灣 哎不讓我回台灣 就是那個疫情那時候 嗯 但是 然後我也的確在大陸很正常 我就跟我岳父說 啊我岳父也是很輕忠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一般啊 藍 即便是藍色的朋友 嗯 都不相信這件事 嗯 他就是認為說你只是要替大陸說好話而已 所以我認為兩岸合同的機會是零 嗯 再過十年 可能會變富裕 是不可能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 不可能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嗯 嗯 OK 就大概是這樣 好謝謝你啊 謝謝這個外省二代 謝謝謝謝你的分享 OK OK 歡迎你再來啦 不然我台灣人太少了 好謝謝 好拜拜 好來 下一位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 按摩